要活得精彩 就要學多一點 自在人生大學堂 陳美思 又開始自在人生大學堂 今集我們會講多些抵抗力免疫力的問題 相信聽眾都很想大家抵抗力高 不會那麼容易病 今天我繼續找到鄺愛衛醫生來 他就是來自香港大學外科學系的臨床教授 也是一位語線外科的醫生 所以在很多方面的角度的健康資訊都可以問一下他 早安 鄺醫生 早安 我想問一下你 其實什麼是免疫系統 我們這麼關注自己的免疫系統夠不夠強 免疫系統是什麼呢 其實我身體如果說面對一些 最容易講的是細菌 其實我身體已經設計了一些東西去對抗這些細菌 身體最重要的其中一個就是擺血球 OK 我們在骨髓那裡就可以製造一些血球 而擺血球是其中一種 就是說如果有一些細菌入侵了身體裡面 其實他就會對著它和它打仗 OK 另外呢 就是說 那這些白球在哪裡走出來去對抗它呢 很多人就知道 貪美的女士就去推淋巴 淋巴水腫 講很多這些 其實也不是跟美麗有關係的 淋巴很重要的身體 其實它真的屬於一個雜口 我可以說一些細菌進來的時候 其實它就可能在那裡過濾 聚集了在那裡 而在那個位置 自己也有些弊血球 就開始和它打仗了 那很有趣 身體還有一些血球 英文叫macrophage 其實它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當你打贏仗的時候 或者打死了一種菌 就很多垃圾了 留下了很多垃圾 其實有這些細菌就把它吃掉 就解決了這些身體不需要的東西 自動會處理 對 自動會處理的 所以我們身體的構造是非常聰明的 通常整損了 整傷了 它們又不是很確的 所以又會多一些機會感染的 另外一種低強力差的人 當然就是有血病 正正有血病的病人 就是白血球過低的人 就是真的過低 它們可以病 也都是一些 譬如說是在治療中的癌症病人 它們白血球過低 那便能力會變差了 因為少了 少了都不夠士兵去打仗 所以就會有些 變成差的機會 正正常常一個人 不是病的話 就真的都是和生活有些關係 是 就是比較疲倦 因為其實你睡覺 或者是休息 或者是吃東西吃得健康 都是幫助身體的細胞去一直生長 健康的生長 那一件事 要知道我們身體很有趣 其實我們身體裡面的細胞 是不停地生長和死亡的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件事 其實我們身體裡面是有一個機制的 就是說我們不停地生長和重疊 發生一些事情 但是你真的看太多細胞 而停不了 其實就不停地生長和死亡 其實就不停地生長和死亡 其實就會癌症 其實我們身體的細胞 是會自然 我們叫做Apoptosis 我們在醫學讀書 就會爆了 所以其實如果你的免疫力有問題 其實這些功能都會影響了 嗯嗯 是 我們初步有一個認識明白 現在我們都很流行說 很多不同的疫苗 我們之所以有這麼多疫苗打 是不是想幫一下我們的身體手 有些菌很厲害 有些病毒很厲害 我們可能自己打不贏 其實可以這樣說 還有疫苗究竟是什麼 可以是不同的東西 有不同種類的疫苗 疫苗有些是真的一種菌 可能它是 它自己是一種菌 打到我們 是用一個很小的份量 打到這裡 很常都是一種菌 已經不是在生存著 很常 已經很少見了 是的 其實有些時間不是菌 有些可能是一些菌 其實它是會附出一些毒素的 可能那隻是毒素 OK 那為什麼要打這些東西到身體呢 就是很不想 很多人都會這樣 是的很不想 其實這個就是 rather than你 譬如你真的去受感染的時間 是一個很大的份量 在你身體那裡 是的 其實疫苗呢 就是用一個很小的份量 或者用它的毒素 去打入你那裡 是 因為剛才我解釋過 身體是懂得自己打仗 去保護自己 其實希望去做什麼呢 就是希望 當我用了一些很小的 侵入你的身體的時間 你身體自然呢 是會懂得保護自己 是 而去做了一些抵抗 打贏了 是的 但是你打贏了之後 其實你的身體就有些抗體 嗯 去防止那隻菌在裡面 是 其實疫苗呢 的原意就是這樣做 即是下次很大份量 入侵的時候 你就自然就已經懂得抵抗 沒錯 那我真的不想打 即是現在都是聽 就說 哎呀打了我又會病 譬如是感冒菌的 哇我打了我還病還衰 原本就是想不感冒 是的 打完多了兩次感冒 怎麼辦 那不是多了 有些人打了呢 可能呢 就是有可能 他那個秒 即那個星期真的會病 因為其實 他正正都是打些菌下去的 他打不贏那個菌 對 他打不贏那次 但是起碼打不贏 這次是一個很小的象 都是小一點的份量 沒錯 整件事情 最好不要病 真的有機會的小病 其實是希望你打贏了這次 下次大的象 你就準備好了 是 已經安排了身體了 那就不會有大病 另外一些人很擔心打疫苗 就是他有沒有效 感冒菌也是其中一個挺好的 其實你每年見政府 就在這裏講 那種感冒菌 那種感冒 是不同的 很多的 是不同的 其實要知道 明白 菌很聰明 菌 為什麼政府 猜不到哪一種 為什麼猜不到 就是菌太聰明 每一年 其實隨著你的醫療去治理去 或者疫療去治理去 它自己會轉的 它懂得自己把自己的東西轉了 是 它自己把自己的基因轉了 是 變成很常 我們每一個國家 去找一些疫苗的時候 就是去預計 去猜測 究竟它應該 是轉成哪一種菌 或者是哪一種菌 下一個是最常見 或者是在什麼地步 去可以防止它 所以你經常聽人說 那種感冒疫苗 不是100%的意思 可能是六成 七成 因為其實 那些菌太聰明了 你會變成另一種菌 對 會轉了 都是那種菌 但是它轉了 就是基因上面轉了 所以未必百分之八成 但是其實六成七成都不錯 可能遇到那種相同的菌 它變了 但是你也會抵抗到少少 沒有病得那麼厲害 沒錯 也是一樣 其實那個theory 跟剛才講的疫苗一樣 就是它希望做到的事情 就算不是100% 其實你已經 exposed過 對過它一次 那你就準備一些 就是已經有些防衛的方法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通常這些情況之下 就是低病 就說不想打 還有一種就是 有些人說 還有些什麼副作用 其實最壞的那種 就是有些人打了疫苗 有些人打了疫苗 可能聽到英文的Gelomb Bary syndrome 很奇怪的 就是人的肌肉 突然就沒有了力 這個真的是 甚少甚少見的 但是在疫苗裡面 有可能會發生這些事 所以這些 比如外國 為什麼又多了人不想打疫苗 這個都是其中一個 當有些人看到他的懷處 他就很常看了懷處 多過看了好處 就選擇不打 但你選擇不打的結論 其實也有問題 其實就好像現在我們音樂時 麻疹爆發 即是本身已經很少出現了 他一出現了又可以擴散 就是因為很多人都沒有打 其實沒錯 因為其實那個世界就開始 可能資訊發達是好的 我經常都說 但有時太發達的時間 很常人們看了一些資訊 只是看壞的方面 不看好的方面 就決定去不做一些譬如這些疫苗的注射 其實這個結果 其實這個麻疹也是 最近我們講的麻疹 其實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 其實這個東西已經很多年沒有了 那為什麼會回來呢 其實它不是真的沒有了 而是我們一直有疫苗的時間 其實我們抵抗了它 但是當你開始沒有了抵抗力力 那就會有這樣的問題 是 是 是 其實在城市裡 有很多都沒有了的東西 有機會出現了 如果越來越多人口 是沒有打到預防針的話 沒錯 想問一下抗愛衛醫生 其實現在生蛇 都可以打預防針 也容易聽到一些朋友抵抗力弱的時候 就會出現生蛇的情況 那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以前沒有這些預防針 現在又有機會可以打到 又可以預防一些東西 那其實什麼是生蛇呢 是 其實生蛇呢 其實生蛇呢 就跟小時候的水痘很大的關係 嗯 那水痘其實都是一種菌形成的 但是這種菌就很有趣 尤其自己生過水痘之後呢 如果一種菌 就是透過這種菌 它就會躲在你一些的 Neurons 就是好像一些神經細胞裡面 神經線 很神奇的 哦 神經細胞裡面 是的 那就是它這種菌很有趣的 它不活躍 它躲在裡 是的 它躲在裡 譬如你當你水痘患過了 好患了 就是透過了 有時候你可能透過 你都不知道 因為你未必會發病 那它就躲在裡了 那躲在裡 所以暫時做什麼呢 暫時沒有工作 那有一天 就真的真的 很有趣 你面對人們為你差 就是你身體 就抵抗不了它了 因為可能身體 一直都不動 其實可能 一向你的抵抗能力 控制到它 是的 那當你控制不到 它就出來了 那出來就做些什麼呢 那為什麼會有條蛇在裡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身體 其實呢 我們身體那個神經線 就可以畫一個公仔 在身體圖片裏面 神經線每一個位置 都是某一個神經線的level 我們叫那個 同一個水平 是的 去負責它 是的 那其實呢 為什麼會生蛇呢 就是說 當我是當那隻菌 躲在某一個水平的神經線 譬如當一條腰到右邊 是的 那個位置 那它一發出來 它就會影響了那個範圍 就是那個神經線 負責它 負責它的範圍 那個位置 其實如果我們去畫公仔 通常就是半個圈 半個圈 是的 因為其實神經線是兩邊走的 是的 所以通常就是半個圈 那基本上 就說 這怎麼那麼有趣 就是它就是剛剛那個神經線的level 是的 就是畫半個圈那個位置 就不會是上一點 下一點 這樣的組合 是的 很明顯的 通常生蛇的人呢 其實都很 很有趣的 他們那個 最大的感覺 就是除了說 水斗 以前小時候生了水斗 就知道生了小拋 紅點 是的 那生蛇很特別 是特別痛的 通常呢 我們為什麼知道 那個人生蛇都很明顯的 就是當一個人是 真的有一個 好像一個水位的位置 一個瓶的位置 一大大 那樣 就覺得是狂狂的 一點點 但是呢 它那個痛的程度 它告訴你 痛的程度 是不 就是譬如你 通常你會覺得 明顯地 很多紅點才會痛 就跟皮膚敏感是不同的 很多紅點 但是它的痛法 可能看上去 又不覺得很差 那些紅點 但是那個病人 是真的覺得很痛的 因為其實那些菌在神經線上 會影響它痛的 是 所以呢 其實呢 通常呢 它痛一兩天 其他點點的拋就會出 哦 然後就開始明顯了 是的 所以很常呢 就是有這個病症 很常醫生 就算是醫生 或者自己 都會失去 因為你去到看醫生 可能沒有什麼 是不是 是 就是這樣 我有朋友試過 他看了第三次醫生 都不停轉的 他看了第三個醫生 才證實到 他是三射 因為他之前是不明顯 但是很痛的 是啊 但是有個位附近痛 這樣 他可能以為自己是做健身 拉傷了 他說 然後那個醫生 就說 嘗試吃點藥 是止痛 是啊 然後再看第二個醫生 都沒有想過生死 到第三個 他的泡泡 紅色那些 已經清楚了 又很明顯 那塊痛 才是證實了 所以這個很常 其實都很常見 很常 就是頭頭去到醫生 就不是我醫生錯了 因為其實 他未顯現 沒有紅點性 很難猜到 是這個生死的 但是其實他那個痛楚 和你真的見到的東西 我們經常都說 不成對比 我們就會想 那人是不是生死呢 所以譬如我們說 又是我的科 其實很常 我們就會常常生死的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我跟妳說 他的免疫能力差 都會有機會 就是你控制不了 他又生出來 他又出疑 我們很常見癌症病人 免疫能力真的差 或者一些打化療 或者治療症病人 所以我們都很常見生蛇 就是他在那個時間 他們都有機會生蛇 有時候都會的 是啊 所以我們就比較見得多一點 其實很多朋友 如果是生蛇 都會令到他們很大的警號響起 就是我身體是不是很差 所以會生蛇呢 是不是這個 都真是一個警號 我們要留意自己身體健康 我又不一定很差 是這麼巧 那個菌 可能人家真的差了 嗯 還有生蛇都辛苦的 說真的 因為它就算好 譬如拋拋好之後 其實呢 因為它影響了神經線 所以就算皮層 你已經看到沒有東西 可能都有一段時間 更痛 因為其實是神經線 就是你看不到的東西 在裡面還沒有好 那現在又有預防針去打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按住那些水痘 不要再 那些菌不要再出現呢 其實那個idea就是這樣 是 又是等於剛才說的打針一樣 都不是100%的 所以值不值得打 那我們通常如果真是 政府有好醫生的建議 都是不是人人都打 都不用人人打的 那什麼 剛才都說過 什麼人會有機會 生蛇多一點 免疫能力差一點 那譬如你因為你病 而免疫能力差 其實可以值得打 或者年紀大一點的人 有時候免疫能力都會差一點 是啊 很常都建議他們打 嗯嗯嗯 那就是避免一個風險這樣 但是如果你說 說本身已經有病 就是擔心他會打 不贏會生蛇會辛苦 但是又打了一些份量 又是呀 又會害怕 我已經病了 如果打了那些水痘的菌 而引發了我又有不舒服 那又好像雙重不舒服 所以你病了 不是說那一刻 你打了化療 你的血球都可以 平常人是不會那麼低 你打了化療很低 那當然不會覺得 當然不會是那個時候 就是適當的時候去打 嗯嗯 我們其實關於免疫力的病 都有很多的 還有什麼是常見的 可以提醒一下大家 其實身體可以有一種病 英文叫Auto Immune Disease 什麼意思呢 剛才就講過 其實我們身體的免疫系統 是設計助於我們去對抗外面 那些不好的東西 我們就不要它了 外來入侵 譬如你說菌是其中一樣 就算你說 就算有些人說 肝移植那些 其實都有抵抗的 是 是 是 那為什麼排斥它 為什麼會排斥它 其實都是保護自己的 有一點點 因為你放了外面的東西 進來 是 是 是 那就是通常那個系統 就應該做這類的東西 是 是 是 所以譬如你說去換肝 其實有一段時間 就要吃一些 壓低身體免疫能力的藥 讓身體接受肝 是 是 是 那你說有些什麼情況之下 這些免疫能力會變成一個病 就是它不是對抗外面 它就可以對抗自己 那什麼叫對抗自己 什麼那麼奇怪 是 那譬如你都有一些常見的病 其實譬如淚風濕是其中一樣 嗯嗯 那 風濕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風濕其實是什麼 就是關節痛 對 關節痛 是啊 很誇張你答得 哈哈哈哈 那風濕其實是什麼 令到關節痛呢 通常是退化的 就是說你的身體的機器 用得太久了 譬如那些膠 你日移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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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 對抗體也有軟骨 對 那開始磨損了 嗯 其實磨損得多 它就開始會腫了 嗯 那腫呢 其實呢 就會有那個痛楚 和覺得很實的感覺 是 其實每一個關節都這樣 不相信 那這些就叫做所謂的風濕 嗯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字會叫風濕 但是呢 和風和濕 哈哈哈哈 其實就是退化 是 但是淚風濕是另外一件事 嗯 其實淚風濕呢 就是真是一個身體自己呢 因為某一種病 就是這些叫做其中一個病 就是染疫人類的病呢 令到自己身體對抗自己的東西 那它就自己打自己的象 就是譬如淚風濕呢 就自己打自己的關節 嗯 那就是它不需要因為你是 年紀大 對化 沒錯 就是年輕人都會出現 沒錯 而它自己在打自己的 軟體 骨膜 嗯 那就是自己打爛自己的東西 其實就是這樣的 是 那就是令到發炎了 所以呢 其實淚風濕很常的人呢 就不是說簡簡單單 哎呀 有一些小小的關節痛 很常呢 就去很多的尤其小的關節 我們做 起床的時候呢 不同的小的 這是早期的徵徵 不同的小的關節 一起床 一份醒 一份醒 那些 會小小腫腫的 是 很痛的 不只是一個個很怪的 那或者就比較再差一點的情況呢 其實它就會令它變了 變形 變形 是是 很辛苦的 有些人 例如我們手是這樣 是直的 其實那些呢 其實都是因為淚風濕的 嗯 其實淚風濕除了關節的東西呢 也可以影響身體其他器官的 這些是你裡面見不到的 它的血管 有些比較小的血管 它會令到血管發炎的 那就是可以有不同方法去 有那些心臟的表現出來 是的 那還有一種呢 可能你看到的就是這個 紅斑囊瘡 就是我們英文叫SLE 我們經常都說 英文經常都有個BUTTERFLY 這個臉什麼意思呢 它通常的臉呢 這裡是粉紅色的 噢 都很粉紅 是嗎 那這種也是一種 我們叫Auto Immune Disease 還有那些人呢 又有一種病呢 英文叫Sorgent disease 很有趣 它是乾燥燥的 什麼意思呢 它真的不是因為太累 不睡覺乾 而是呢 它面部或者皮膚上面呢 很乾 其實是很少 自己打了醬 就少了一些 Collagen 骨膠圓或者油脂 那它整個人呢 是乾燥燥的 其實呢 你以為它不保養 其實不是 它真的有病 那你挺難看得出的 是啊 很少人去看醫生說 我的皮膚很乾 那它有別的症狀 通常都是我們所謂的 這些免疫能力的病呢 就是我們大名叫這些 其實它在身體裡面呢 它都會影響其他的organ 其他的器官 所以通常病那一刻 未必說 醫生很乾 那樣 就是比較少一些 去講 那是另一些症狀 那也是有一些糖尿病呢 那也是糖尿病呢 那也都是 糖尿病有不同種類的 有一種類都是因為 這些是形成的 就是Auto Immune Disease 就是自己打自己形成的 沒錯 那皮膚都有的 皮膚很常人們就會說 敏感皮膚 敏感皮膚 但是有一種是特別 跟別人有關係 這隻就是牛皮癬 牛皮癬 如果你看過一定不會忘記 好像很難搞 牛皮癬 其實牛皮癬 不像平時我們說 叫Eczema 就是敏感 皮膚敏感的 它真的整個皮膚 什麼叫牛皮癬 牛皮 身體厚了 很粗鞋 會脫皮 粗鞋 會損 其實這些是真是 比較麻煩一些的病去處理 因為你想一下 身體自己打傷自己 那怎麼去醫治呢 那當然在世界上 也都有很多新的藥物去嘗試處理 那有一些 譬如舊一些的方式 就用類固醇的方式去抑制 是啊 那當然 女固醇太多 也是身體不好 說真的 其實會影響你骨質疏鬆 影響你的腎功能 其實會影響很多東西 那另外呢 就會開始有一些比較新的方法 當我們明白到 不同的Otomine disease 究竟是在身體面臨做什麼事 就有些藥設計了 就針對那方面 那條路 就是面臨錯了那條路 是 那其實慢慢都是多了類似這些藥物出來 還有也都是有一些 就是說 剛才我講過 有些細胞來打仗的 有些細胞來吃走一些東西的 有些細胞其實有控制去怎麼打仗的 其實也都是有一些藥物 就隨著我們明白多了這些細胞去怎麼打仗 去阻止它打仗 因為它這次打錯了 打錯了 自己人 不讓它打了 所以其實都是有藥物去處理的 但是效果當然還不是一百分之一百 但是是比以前好很多 是 那這些藥的設計都要很巧妙才行 因為它阻礙它不要打仗 它都要其他的地方不會有病才行 其實都是對的 其實很多藥物的設計 問題就是 是不是針對性只是做那樣東西 譬如這些藥也是 譬如花療藥也是 我們說我們去打癌症細胞 其實為什麼化療病會這麼不舒服 其實除了打癌症細胞 也會影響自己的細胞 是啊 所以是對的 其實設計這些公司 或者研究的人員 就是很聰明的 因為其實我們也是 剛才我說細菌很聰明 我們身體都很聰明 因為當你去控制一件事 其實它就會適轉變 走另一條路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年來 都還沒有一百分之一百的處理方法 還要找一些新藥去處理 其實當我們控制到一個範疇 它就很聰明 就走另一條路 是啊 其實身體都是比較聰明 所以可能在其他地方 又再出現問題 沒錯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的淋巴其實是有什麼功能呢 是不是它都會顯現到 我們的免疫系統的情況呢 其實淋巴 剛才我說過濾性 就是當你有一些菌在那裡 其實它就會打仗的地方 就是那個位置 所以譬如你說 如果有一些淋巴 譬如我們 它過濾一些淋巴水 那 弗玉先生和我說回乳癌 譬如我很常乳癌的病人 會做一個手術 就是切除液合淋巴的手術 是啊 其實就不是全部拿掉淋巴 這樣切走一點 那切走一點 變成液合是過濾哪裡 過濾手 那就是手的過濾那個方法 就會沒有那麼暢順 那變成呢 譬如普通一個人 可能剪指甲 嗯 有菌都沒有事 但是如果真的做一個 類似這樣的手術 人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過濾的情況 就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厲害 變成它有機會去感染的情況 又會高了 嗯 那就是說可能它 洗手洗得乾淨一點 這樣才算 小心一點 小心一點 不要被細菌 整損 或者進去指甲 這樣 那這個就是淋巴的功能 但是其實講到淋巴 都是跟乳癌好像有很大的關係 其中一個就是講到 癌症的治療 就是會電療和化療 很多人都很關注 這些治療 就會令到自己身體的免疫力差了很多 又或者完成了之後 好像就說 要用一段長一點的時間 去調理自己的身體健康 其實就是不可避免的 癌症病 真的 電療都有些 化療就更加厲害了 是啊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化療是什麼藥呢 它就是去 設計針對我們的 癌細胞多一些 尤其是一些 我們說 比較多 不停地生的細胞 所以其實真的針對 癌症細胞多一些 但是呢 很不能避免 其實它都有可能針對了 我們自己身體的細胞 所以當它在打仗 去處理這些癌症的時候 它也會影響到自己的細胞 其實在打化療的情況 我們其中一個跟病人說得最多 就是要很小心 它有沒有發燒 譬如你去雙方 又是了 你自己的免疫能力沒有問題 其實打人造就沒事 但是如果一個化療的病人 其實很常它的白血球 就是可以跌到差不多 如果我抽血去檢查它 可以差不多零 有時候真的可以 是 那如果差不多零 就是那個數字 是不是真的沒有了 白血球 不是的 但是可以用來 去保護自己的白血球 就少了很多 那 就算很小的雙方菌 譬如例 其實它都可以病得很厲害 所以如果有一個病人打發療 而它在家裡不舒服的時間 會發燒 其實我們很緊張 我們不會叫它自己慢慢吃 必你痛 就是我們真的要叫它去醫院 我們檢查清楚 因為最重要就是 究竟看它的白血球是不是很低 好了 那你說我們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預防這些發生 其實某一些化療的藥 是特別大機會令到白血球低的 所以譬如當我們這一類的病人 要用這一類的化療藥的時間 其實我們也知道大概 譬如你打針之後 是不是即時把病毒掉了 但是不會的 有些是三天後 有些是五天後 那我們就可以去計算一個 好一點的時間 它打完化療 我們就幫它打一些 我們聽過的 白血球針 白血球針是什麼 其實就是促進你的 骨頭裡面 生出來白血球的數字 用來打仗 其實什麼叫白血球針就是這些 有家人病過的人 可能都聽過這些 其實正正希望 既然我們都知道這隻藥 它有可能令白血球低的 那我之前白血球低之前 我已經打了那些藥 讓它先增加了 預防它下降了 這樣就變成了 希望那個病人能力 不會那麼受影響 這個就是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會用 如果是順利過度 很多朋友做完化療之後 就會覺得好像身體弱了 或者又會出現脫頭髮的情況 又或者皮膚變差了 那怎樣可以回復正常呢 其實這些都是化療期間發生的事情 因為都是發育的影響 其實在西醫的角度 其實你停了藥的時間 就會很快 其實都會很快 逐節需要一些時間 也要確保你的夠營養 就是營養是最重要的 那你說是否特別做一些 西醫就真的沒有 是的 就是中醫就有很多條理去做 西醫真的沒有 通常這些副作用 都是在用藥期間有的 嗯嗯嗯 過了久了 應該會逐漸好 而之後呢 就是靠你自己日常的 除了看中醫之外 你自己日常的吃東西 作息 去調節身體健康 但是會不會因為 曾經打過這麼大的仗呢 我們要特別用多些力 才可以令到自己的抵抗力 增加好一點 其實都有可能的 尤其如果你當時 很不舒服的家 譬如癌症的病人 其實身體都是比較弱一點 嗯嗯 所以很常常 我們都有時候 會建議一些病人 去看營養師 嗯 因為可能他需要的吸收 跟病人不同 是 那會不會需要特別 乳癌少一點 譬如你說吃到癌 或者肝癌 那些病人 可能他們的營養吸收 真的差很多 是 那可能特別要幫他 製造比較好的餐單 嗯 逐步來的時候 究竟吸收哪些東西呢 都要問一下專業人士的意見 這個就是特別說 癌症的病人 他們需要去注意多些地方 但是如果我們一般人來說 我們都應該 時時是否要增強自己的抵抗力呢 那我們才可以面對到 有不同的病痛 又或者有時候有些新出現的 譬如你說會變種的一些病菌 其實都是食物方面 健康方面的問題 有些人又會吃一些維他命藥 那維他命藥吃都是要小心一點的 有些維他命藥 其實真的可以過分吃得太多 嗯 會令到身體器官的負荷就重了 是的 其實免疫方面 其實也有病人問過我 有沒有些什麼免疫藥 其實免疫 雖然我是西醫 其實免疫這個行業 就是中醫講得最多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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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想想幾百年的歷史 其實都是中醫講免疫的 而在西方裡面 醫藥上面是否沒有免疫 當然有 剛才也說了一些和免疫有關的病 是的 但是會不會真的用一些免疫的治療呢 其實這個真的 雖然中醫已經講了幾百年 當然它的方法有些不同 但是在西藥方面都開始免疫了 其實它也是開始 正正是看看有沒有一些藥 就是等於我們化尿藥 或者某一些標靶治療 針對性去處理 是 細胞的增長 那這次就不是了 去針對性去處理這個免疫了 那其實都市面上 都多了一些不同的癌症 是開始用一些免疫治療的 那其實我們做醫生 最艱難的就是通常免疫治療 就很多病人一聽到就 可能因為我們是中國人 比較多接受你去喝涼茶 就是調理身體 那可能它就會覺得 是不是免疫治療是萬能的了 因為它真的覺得 我又沒有副作用了 就是你犯人最壞的了 那些標靶治療都很差的 那些副作用 那是不是這樣呢 其實真的不是的 因為它的免疫治療 也都是在一個細胞方面去看 它們為什麼會研究出西方的免疫治療 它真的每顆細胞去幫你看 看它怎麼走 怎麼處理一些癌症 而去做一些藥物去針對它 所以其實是否很常 都已經近一年 我會覺得多了病人 都說我可不可以不用任何折瀝症 用免疫治療 是 因為心理上它覺得 是完全免疫的 是的 那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個是亞洲人特別 會這樣想的 會這樣想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的長大 就算我們小時候 中國人始終是 都有媽媽、爸爸 會講一下這一類方面的事情 所以其實很常會誤會了 就是萬能的 因為它真的不是萬能 我會覺得它在某一些癌症 是真的很有用 但有一些就正在研究中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有些癌症病 它可能也很怕化療 也都明白的 但是真的要記緊要聽腫瘤醫生的決定 究竟當時對它的藥物 是哪一種是最有用的 就不要說好像聽起來好聽些 不要那麼怕 用它 我們都是希望的 我們在醫學上面 治癌癌症都希望有一天 是否可以不用化療 就是用一些比較少副作用的 或者是免疫 其實是隨著那個方向走的 但是暫時就不是完全達到的 是 還有少許時間 我們不如講一下這個抗生素 曾經很多人都覺得抗生素是萬能的 就是覺得下了抗生素 就容易打走那種菌 但是到了現在 又有很多人 譬如去看傷風感冒 就很怕醫生給抗生素 其實抗生素 真的打一些我們叫Bacteria的菌 即是很不同的一些Virus 其實很常見我們說感冒啊菌那些 是Virus 是另外一種病毒 是 因為真的菌 就可以用抗生素 嗯 但是你好像對 就是幾十年前 看醫生給了錢 他又不給我 什麼事先 是啊 就會問他你給我抗生素 但是現在開始 也有人明白 就是為什麼我們叫他 不可以亂用抗生素 抗生素 抗生 他懂得抵抗他 他懂得抵抗他 譬如你用得太多的時間 明明不需要用 他都用 他就會學會我 原來你用這個藥打我的 那我就去抗拒你 是 那他就有抗藥性 所以其實現在的社會 我們都覺得 不需要用抗生素 就不要亂用 是 因為你只會 創造了些什麼 其實就有些很兇的菌 就是你沒有抗生素 都可以醫治 沒有一個對付到他 沒錯 所以在醫療方面 其實在不同的醫院 現在都執藥得很厲害 很小心用抗生素 都會有一些 就是我們叫做 infectious disease unit 就是負責感染菌的 部門 是會檢查 就是確保醫生 不是亂開的 是 因為其實你想想 開抗生素 太容易了 是啊 但實情很常 說真的 有些菌 譬如雙風菌 你不給抗生素 它都會好 你感覺上是 它弄得你好 其實真的不是 嘩 我們今天真的明白了很多 關於免疫力的問題 今天謝謝鄺醫生 下次再見 OK